华人世界 我们的家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周 首先一起进入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我们把目光转向安格拉 你看 画面上的这位中国女孩 名字叫做李慧星 今年27岁 她是安格拉本格拉铁路项目的一名工作人员 负责卢爱纳路段中方员工的吃喝拉撒 自2011年 她和丈夫一起作为中国援建安格拉铁路的工作人员 来到这里至今已经有四个年头了 种子是从国内带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所买到的菜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就是自力更生吧 种一些菜再养一些牛啊羊啊鸡啊什么的 在安格拉 李慧星生活的条件十分艰苦 吃的不习惯住的不习惯 更重要的是当地的治安环境也不好 战后的安格拉局势动荡 枪击事件时有发生 李慧星就曾亲身经历过 然后当时就看到一个当兵的啊 他就拿着枪 气势汹汹的 大不流行的就这样走过来了 我那会儿我看见他满脸失去啊 就听见开始砸窗户了 我们就能听到这个声音啊 有远即近 越来越逼近我们的房间 当时的心情有点像是 针胆上的肉 已经逃不掉了 这一次假如说是出身的话 我父母年龄那么大 他们怎么办 据李慧星介绍那次枪击事件呢 一共持续了大约四十多分钟 好在他最终是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是心有欲尽 他一直都在犹豫 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回国呢 你当时有没有后悔 就是没有听父母的话 自己执意要来安格拉 有 有 有后悔 当时我就想着 如果说真是因为这样子啊 他们肯定会特别伤心 没想到后来他参加了一次通车仪式 正是那次特别的经历 让他最终还是选择留下 当我坐在这个专列上 火车缓缓地向前行驶 然后 我就觉得有点激动 我说的就有点激动 我当时就 就看着外面那些 不行了 你说上万的民众 就跟着那个火车跑 然后围着火车欢呼 奔跑 我觉得真的 我特别感动 我觉得我的人生在那一刻 变得有意义了 据了解 跟李慧星一样 奋斗在安格拉的中国建设者 总共有5000多位 他们大多是中国铁舰20局的员工 尽管那里的艰苦和危险 超出了想象 但是为了可以让 满载希望与梦想的铁轨 伸向远方 他们都选择了留下和坚守 说心里话 这些中国建设者们也是蛮拼的 在这里我们也为他们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